会台解析张信哲望政府推广文化,鼓励台湾人走出世界。 张信哲喊话政府重视文化,也鼓励台湾人多走出世界。 图记者陈明安社,2017年11月28日。 大陆近来推出31条会台政策,提出许多优惠的条件供台湾参考,引发外界热议的同时也让大家反思台湾人才外流的可能性。 近来在两岸都发展不错的歌手张信哲,对此提出一些看法,也喊话政府好好助手推广文化。 才刚在4月5日,6日在北京与莫斯科交响乐团合作举办音乐会的张信哲,近来台湾,大陆两边跑,对于两岸先前吵得沸沸扬扬的会台政策很无感。 他直接地说,好像没有会到什么,至少目前没有。 但是他随后表示,可能对演员影响比较多。 虽然对于会台政策无感,但是他对于整个演艺圈大环境提到,无论是演艺文化,流行文化,大陆都意图在推广各种文化势力,这是各个国家政府都在努力决力的东西。 华议有所指的说,看我们政府要不要好好的助手罗。 张信哲虽然对会台政策无感,但是提出对于整个大环境的想法。 图记者陈铭安社,2017年11月28日。 接住张信哲虽然对台湾曾是华语音乐重镇,一直趋于领导地位,但不知道从何时开始,到现在都是自生自灭的状态。 所以他感慨万分地说,无论是哪一个政府,希望能多多支持我们了。 对于敏感话题,张信哲没有避讳地提出自己的观感。 在音乐上很成功的他,对于没有接班人这件事,表示无奈,就他自己的观察。 他认为台湾人应该要多多观察世界,现在是地球村,要多出去走走,不要关在台湾,音乐也是。 更自朝台湾现在好像比较喜欢非主流的东西,对流行音乐越来越无感,我现在反而比较像非主流。 所以他奉劝年轻人多出去看看,想法也要开拓一点。 张信哲鼓励台湾人走出世界,涂潮水音乐提供,20101803.27。 至于台湾在地乐团董事长乐团,日前出席公开活动时,对于会台政策非常不以为意,乐观提到,就是自由市场竞争,美国不也是环境好才吸引台湾人才过去。 而后他们指出盲点,认为台湾应该要思考怎么进步,增加竞争力,为自己建立实力。